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喜 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 联欢晚会 10月16日晚 黄大仙 赴林皇宫 300元及1000元门票 现已有售 扣票查询请见 2467 3088 黄毓民 李怡 联合新书发布会 9月26日 下午3点 普罗政治学院 报名请将姓名 电话 电邮字 hkpolytariot at gmail.com 名额有限 以赴9月月费网友优先 查询请电 2467 3088 喂 过来帮忙 搞什么 姐姐 不得闲 趁下雨 装点水 蛤 你没什么 临病你 快点回来 没交水费吗 没交 交水费我就真的交错了 交myradio的月费我就一定不会错了 不是 你有得这么叹听英文踩场吗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费没呢 没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选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如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me ч.k 1174 21 minutes 贯彻星西力竭 me 继续青筋暴怨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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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力行 me 隔空发工作 me 浴吻踩柴 me 我们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第2次,剛才在動文說的東西,我有作少許更正 因為碼從USB就未上架 既然動文說了,我們就很緊張 我以為上了架,所以很快快 但現在上架了 所以有些人說,我之前也未有 現在才... 但大家一... 即是今天開始就要... 這個就是有賴工作人員有效率的片羹 另外,學生的節目我們還未上架 那些我們要遲一點 另外一個要宣佈,就是今天星期六 其實有一個新書發佈會的 應該是... 李懿那兩本書,我是答當的 大家也可以見一下李懿叔叔,李懿大哥 那些粉絲也可以來 但我們就... 那些給了九月月費的優先 一定是這樣的,以後所有這些活動都是這樣的 那不是變成沒有分別,跟那些沒有付錢的那些 那還有更加多的這些收入服務呢 那我們會提供的 如果不是,很多朋友覺得 沒有理由要付月費 那回來了 那另外還有一件要說的 就是我們那個八周年的聯輝萬會 那原來我上次就說 就是買了四十幾位 那原來現在剩下十位左右 那就是七十五位的首席呢 就買剩下十位左右 那所以又買適合了 那就是七十五位就一定是全場爆滿的 那就是一百多個位 尤其是那些一千元位那些 那現在剩下十位左右 那就是十月十六號 那現在距離十月十六號 都還有成二十幾日 那一定會爆的了 這個就不需要質疑 那還有十位 那所以這些席券就有買適合了 那七十五位就一定是全場爆滿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趁這一段時間 那還有那些席券 還有十位左右 那大家可以盡早 那等我們一滿了之後 我們就去教下一些東西了 那些節目啊 當晚有些什麼禮物啊 那各樣啊 那除了買席券 那有些朋友有些心理準備來到 就可能會被人扔個胸口 那但是我們就不會拿那些無厘頭的東西 來扔個胸口 每天都是 精品 不是精品 就是物有所值 不會拿回去批買一遍 那過重啦 那弄兩支八二年拿筆給你拍馬 那都可以吧 那麽好 那麽好 那這些酒是沒有的 那你幾萬元一支 好 那麽好啦 就回回正題 lens 今天我想講一下別讓李嘉誠 Dial가 目送李嘉誠 不是 此前對其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 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 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其道義的高點已經失守 這種評論算是甚麼呢,就是玉李嘉誠 說他不顧道義,道義的高點已經失守 做得一個商人,可以成為首富,他有甚麼道義高點 他有甚麼道德高地 這種就是反面,但人民日報就好像在補獲 人民日報的說法就是資本沒有國界,但商人有祖國 這就是一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的評論 那篇文章就叫做私人已去,不必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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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篇文章也 OP 他都是在美國他領 área 到底要做的嘛 инт 所以他也在美國做了一段很長時間的工作 所以他做特首也是的 跟美國的朝野都有很多老朋友 通過他的關係就開拓美國的朝野關係 給習大大去到有得威嚇 即是他千萬公祝 這篇文章跟原本那篇 即是不讓李嘉誠跑了那篇文章 即是別讓李嘉誠跑了那篇文章 就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但都是對李嘉誠負面批評的 那個說法就是什麼呢 私人已去,難以挽留也不必挽留 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多元經濟 流動經濟,有人走,有人來 有人看跌,有人看漲 市場經濟,但你那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你那個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方面就是政府可以幫李嘉誠 港口設施,基礎設施 地產不斷給你好處,扶持你 其實誰扶持誰呢,有得爭的 你用一個所謂自由的計劃經濟 我當它是勉強叫做 你這種不是純粹百分之百的市場經濟 所以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接著話風一轉,只要中國能夠深入推進改革 堅定完成轉型,保持市場活力 就不用擔心李嘉誠之後,沒有資本進來 這樣我真的擔心 你怎樣深入推進改革 堅定完成轉型,保持市場活力 你那些貪官污吏一大堆 國家財富被你掏空了一大堆 雖然你現在說有幾萬億的外匯 但是大哥,一個 幾萬億當然是港美金 幾千億就在股票市場上 砸一身,什麼都沒有 現在中國的經濟危機就是 剛才引述的那篇文章 如果李嘉誠跑去就說現在經濟困難 你又跑去,你不夠義氣 這一篇就說市場經濟 有人跑有人來,李嘉誠之後 就一定會有人來的,不用怕 又提到一件事叫資本無國界 但是商人有祖國 我又想起,那時候工人無祖國 現在變成商人有祖國 這個商人有祖國 又是為利是市 香港這些所謂商人有祖國 又是為利是市 他懂得鐵,什麼叫祖國 田北辰教訓王台洋 看看皮膚 你不是中國人是什麼 你現在講種族主義 拿張金正恩的照片出來給他看看 你那不是說中國人嗎 亞洲大部分的人都是王中人來的 他這樣說會引起外交風波 如果是太多 在今年應該拿到泰王的照片出來 那是啊 你他信是華裔 現在他信是華裔 泰國有多少華裔 因為泰國的名字 你以為泰國人是華裔 其實那王真是有少少朝鮮血統 但如果鐵北辰說他是有中國人的話 一定有外交風波 還有教訓王台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讀歷史 你讀很多歷史 你讀什麼歷史 民族主義是什麼 種族主義是什麼 國家主義是什麼 你認識鐵嗎 我真的可以挑戰你 你找人在立法會問他 怨民其長 什麼叫種族主義 什麼叫民族主義 什麼叫做國家主義 我真是愛國主義再加上 怨民其長 你解釋給我聽 給你三分鐘時間 你講 你真是 反正來說 又不一定黃皮膚 黑頭髮才是中國人 又不是 你現在 不是說那些 就是少數民族 你是中國人來的嗎 你不是說 那些蒙古人也是中國人 西藏人也是中國人 新疆人也是中國人 新疆人也是中國人 搞什麼人類似 土耳其人多些 這些 上年也有反佔中遊行 那些朝鮮同鄉會有嚇人 真的很好笑 那你說香港人 那一定是黃總人才是香港人 又不是 那還有什麼叫做中國人 真的要問問你 是一定要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公民才是中國人 那台灣那些 你原來不是當他們是中國人 就是怎樣呢 你說不清楚的 你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 文化 是不是 我們經常說 引述就是古人說的 生而異族 掌而異聲 這八個詞 你田北辰也未必懂得解 是不是 你現在整天很擔心香港 中國人的英文不好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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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很擔心 香港中國人的英文不好 那你算是怎樣呢 是不是 所以這些傭制 老實說 是不是 你講到沒有 就是 商人有祖國 是不是 那時候就是工人無祖國 工人無祖國呢 就想告訴田北辰 聽 這個真是共產主義的理想 大佬 是不是 那他又未必懂得解 為什麼工人無祖國呢 就是 國際主義 是不是 那首國際歌 那你什麼民族主義啊 你共產黨是國際主義來的 現在你是利用民族主義而已 好了 你利用國際主義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工人無祖國 那就國際主義了 你現在要對付外母 抗戰勝利70周年 又變成了民族主義 你還下流 現在還講種族主義 是不是 共產黨還在講民族主義 你還下流 共產黨還在講民族主義 而來做統戰 那你現在還在講種族主義 是不是 這些 阿勁已經可以幫他上一堂了 下次你有機會 在立法會見到他 哎 Michael哥過來 讓我教一下你 什麼叫做中國人 黃皮膚 不等於是中國人 是不是 但是很可惜 這個黃台仰 都是 都是 年輕啊 你說 和我和台講這些 他是不是死了 是 是不是即死 兩分鐘 KO他 包他啞口無耳 再搏水就打他 是吧 那你就 所以呢 這些呢 我們當然不會看不起你年輕人 姜姨老的辣 哈哈 你和他辯論 他談死了 黃皮膚 看你的皮膚 不是中國人是什麼 很突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讀歷史 中國歷史 又講中國歷史 中國人這三個字 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你田北辰 講得出來 擔保你講不出 中華民族 這四個字是怎麼來的呢 你講不講得出來 又擔保你又講不出 你認識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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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這傢伙 是吧 有些人說 那他沒有外國國籍 你不用擔心他做立法會員 直選 一定沒有外國國籍 有都要取消外國國籍的 這些例子很多 鄭經漢加拿大籍 陳偉業加拿大籍 為了他做立法會員 就取消那個 放棄那個國籍的身份 日後不做的時候 就再回去 就是這樣而已 根據這個基本法規定 這些地區直選的 立法會員 就不可以有這個外國國籍的 我有時候在想 我真的 我以前說過的 我就是跟我老婆 然後我申請入中華民國國籍 那我拿了一本中華民國護照 或者你這些人叫台灣護照 那好吧 我就再去選立法會議員 你可不可以說我外國人 那就真的有錯說了 這個又有得爭 到時候真的可以上法庭爭爭 你不讓我選 可不可以呢 台長你這麽聰明 就是當你不是中國人 那講來講這麽簡單 我拿了中華民國護照 那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那部份 你又不准人家叫中華民國 是吧 但我猜到最後會提醒人 你又不准人家叫中華民國 然後你又要 又要 又要壓迫人家 用台灣 你又說搞台獨 那這次是怎樣 那我拿了一本中華民國護照 那你說我有外國國籍 那就真是大鑊 政治不正確 我說你製造一中一台 或者你製造兩個中國 或者你當中華民國是外國 嘩 你大罪啊 這個都可以製造一個 這個都可以製造一個 製造一個 不過那個我不要製造 製造一個 不過就不要製造 可能有點風險 那李嘉誠那個做法 就是一個很聰明的商人的做法 是不是 他一定是領到盡 工人有祖國 不是這個商人有祖國 他領到盡 現在發覺 喂 救起了 我大哥 尤其是看你梁振英不順眼 我在香港這個場 我是 是不是 或者我旗下這些集團 那些公司全部都遷冊 是不是 給你顏色看 那如果你看回人民日報那個報道 那個評論 再看之前九月十 就是十二號 療亡智庫那篇文 那你對比一下就是 就是其實 共產黨對 阿誠哥都是 有些 不以為然的了 是不是 這個都相當之樂日了 你自從那次選舉 他公然是支持唐英明之後 尤其是上那個心病 一直都是在加深 但是 起碼今次療亡 就自己承認到 中國經濟有危機的老少 就是 要公開講 自己經濟有危機 現在呢 其實就是 你看到整個 中國現在的發展 是 是開始有些 就是自大抗 你明白嗎 你從李嘉誠這件事 當然你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 就是 去 去評論這件事 或者分析 是不是 就是個個都 都可能會有一個 有一個角度來看 有些人覺得 現在大陸經濟 開始這樣 那他商人 是吧 做一個 對他最有利的方式 的選擇 這個不可厚非 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是吧 但是這個是 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個就是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 真是鬼五十六 是不是 好了 有計劃的 是吧 沒有集體經濟 但是他有計劃的 好了 那些央企 又佔美麗份額 又很大的 是不是 政府隨時可以伸入手 干預你的金融市場 就是這樣 是不是 那個法制又不健全 但是也都很多人 因為 就是 商人有祖國 就可以找到很多好處 是不是 但是 接著下來 他自己會做一個最好的選擇 那你這個是無可厚非 那也都反映了 就是現在中國的經濟 開始有問題 這個又是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說 你共產黨現在 覺得我們 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分分鐘有機會超越美國 你李嘉誠走就走了 你看我們現在 那些首富 要超越你 很多都快 馬雲 馬化騰 大堆這些 對 那些就 不可以走的 李嘉誠就可以 那你馬化騰 老實說 你就算說馬化騰 馬雲這些 跟李嘉誠 差很遠 你真是打邊爐 跟打屎佛 真是 九五八八 你那些一蒸發 又不知一半 你那些是什麽來的 是不是 但是那一篇文 其實他都是 當然跟廖望周 那一篇不一樣 那一篇就簡直是 動你李嘉誠 但是人民日報這篇 其實都 他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動你 他那個說法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他就說 資本沒有各界 工人就有祖國 你要相信包容開放的中國 就會為更多商人 留一份溫情 不僅會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來容納他們 也都會超越金錢的空間 來溫暖他們 如果僅僅把中國 視為一個利益性的市場 而不是戰略性的市場 一些人可能會選擇離開 你說你的就離開 但是時間會證明 中國錯過的 可能是 一兩個商人 一兩個企業 但是 這些企業家 這些企業 或者商人 所失去的 就是跟中國 一起成長的 整個時代 那些壞鬼民人 散了門打飛機 是不是 現在就打開門打飛機 我要擠一下 起雞皮 這個風水路 騙你十年八年 起雞皮 還有一個 別樣 這個成為明天的遺憾 那句 是經典 所以李嘉誠也算很厲害 阿誠哥 就是 北以後且貴 依我以華昏 做給你看 做給你看 好 這一次有個廣告 比較特別 今集在英國很著名 對Spanel Delay 專為了這個節目 而講的 那就是 突破性發展 那些隊樂隊就來香港 他們有聽我的 radio 哈哈 大家聽聽 很結外國生 對 很結外國生 哈哈哈哈 來幫忙 糟糕 做什麼姐姐 不行 趁下雨 盡量 幫幫忙 拿款 幫忙 切衣 進去 蛤?你沒事啊? 臨病你啊 快點進來吧,沒有交水費嗎? 沒有交? 交水費我就真的交錯 交MyRadio的月費我就一定不會錯 不是你有得這麼享受聽毓民踩場嗎?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